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也是非常有幸的在我研究生还没毕业的时候 就是2013年获得了艺术巴这个奖项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对我而言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奖项 他们也是在中国和法国之间都有很多的文化促进的这些活动 像这次展出的蓝色的圆盘 它其实很多人都说它像一个眼睛一样 它是一层层的扩散开来 形成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闭合的一个像一个虫洞 或者是一个一样的空间 其实我也是希望从这个里面能够有一种无限感 无限延伸的一种感觉 或者说像一个宇宙的虫洞一样 大家其实可以从这里面感受到很多的信息或者能量 当然通过所有的这些展览的反馈 观众的反馈 其实我也是同样能感受到 法国这些观众的热情和他们对作品的这种理解 和对整个这个活动的这个赞许 其实已经是能感受得到的 感谢观众